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以用我们超级工作站的把手作为一个例子 这个把手来讲不光是触管好 那一般的金属在用镜面的表面下 如果人的倒影在上面是会变形的 通过刚才这种机械手臂的处理 这个人影倒在上面是不会变形的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三家非常有代表性的供应商伙伴 然后也是都跟我们进行了长期长达十年以上的合作 这一台设备它实际上是我们生产线的一个缩影 那我们真实的生产线实际上是有140米长 那其中有38个不同的工序 但是这种一体化的设备 可以让我们就是把原料放到这个设备的开端 然后在这个尾端的时候就可以有产品自动地出来 不需要任何的人工的一个干涉 这一台它是一个多工位的光学检测的设备 那它可以把这个检测的结果 可以实时地反馈到我们蓝丝的这个生产设备中 供应商之间也可以是这个作为一个合作伙伴 然后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虽然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主要认知 可能在我们的金融服务方面 但是我们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系列企业级的技术平台 所以本次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展厅的数字科技这个板块 特意为大家展示我们的一些技术能力 那么包括我们的AI大模型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